又是好新鲜的牛杂耶 爆炒牛杂 一定要浸透这个汤汁 看好啊 除了没吃个别人认真吃他们的饭这里是 好嘛 之前我们在柳州的时候 吃了他们的特色凉拌牛杂 今天呢带你们来吃一个南京的特色牛杂做法 现炒牛杂 Let's go 今天出门特意又抓了个头发 昨天在南京八县城那边 被两个粉丝认出来了 一下子有点偶像包袱就突然就上来了 今天出门特意 赵小英才出门 看见没的就是这家生料 为啥这玩意就生料呢 那你看朋友们 这个估计就是他们菜单了 现炒生料 牛杂猪杂 爆炒牛杂 在哪里来看 朋友们 朋友们 又是好新鲜的牛杂耶 是毛肚 粉肠 这是大肠 牛杂是90一斤 猪杂是60一斤 我这些多少斤 106 一共110吧 带主食 110带主食了是吧 有饭 有粉 有粥 自助的是吧 对 自助的很棒 110是块 朋友们 啥意思知道吧 就是不好吃就爆紧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的爆炒牛杂 能不能来锅帅的 有没有帅的 炒完了已经 给你们炒完都得样子 除了我喜欢那些料以外 还再加了很多这种韭菜 豆芽 葱段 还有生米辣 没了 就这种简单的食材 能认出高酸的味道 它好快哦炒的 从我选完到上桌 也就过了三分钟 巨快 这是它的牛百叶 好多块 这一下子 它这个是 酱烧口味的 咸甜口 然后甜口偏小 甜口偏多 哇 好好吃 好下饭啊这个味道 它里有两种炒法 一种是爆炒 一种是老油炒 我是怕了老油这两个字的 就选择爆炒 这个毛肚好香 再试一会 上次吃广西牛杂 都说的是吃牛杂 不要吃多一点 要一个一个吃 我就吃一个 好脆 这虽然它炒的速度很快 但这个味道肉特别深 贼肉味 不过我好像吃到是芹菜的味道 有芹菜 如果不爱吃芹菜的话 记得和它备注一下 我就不爱吃芹菜 来块牛肉 这牛肉大 一定要浸透这个汤汁 看好啊 这汤汁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汤汁 太下饭了 这就是自锅的成价 太下饭了 这牛肉就是新鲜牛肉 没有任何科技啊 没有什么科技约很糊 就是真的炒的嫩 真香 吃牛杂我还是认为一大块的吃是真的香 这已经是我申请加辣过的 但还是不是很辣 我发现南京人好像没有柳德能吃辣好 这南京人肯定比一个很低 有人能吃酸 哈哈哈 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 就只要牛肉和牛百叶的 我觉得牛百叶和牛肉是最好吃的 真的太好吃了 哪怕这么贵 我都要再加一份 这一排有那种小山丘的感觉了 加了好多豆芽在里面 我刚刚去后面才发现 原来它这个也要放紫苏 南京人是真的爱吃紫苏 来来来 多蘸点汤汁 这一片是紫苏的紫苏液和牛肉 看这块又是都是紫苏 就其他地方吃紫苏是炒的时候放几片小叶的进去 男人吃紫苏就是 就这么夸张 我去这家放 要少尝了一点点 我要吃热饭配热牛杂 太好吃了 确实香 确实好吃 哎呀 都吃出胸口油来了 啊 广西南连线炒生料 认证好吃 这里是我们吃着我们下期再见